7月31日下午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省商务厅共同主办 泥山国际与私邦国际承办的山东文化贸易推介会在洛杉矶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古今 商务领事郭汝达 前加州参与员夏洛伯及夫人和美媒 河桃市市长苏王秀兰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舍潮 清国会荣誉主席张素九等嘉宾出席了本次推介会 家乡山东文化经贸推介会在今天下午非常成功的举办 我们洛杉矶各界的朋友都一起来共襄胜举 我觉得孔子他是咱们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他不只属于山东 他真的属于全世界 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把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激活 让他变得有新鲜的生命力 让各方的人都能够对他喜欢 然后对他有新的了解 尤其是国外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把孔子的这个博大精深的 他的哲学思想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那同时呢我们的文化之旅还有一个经贸的推介会 那把山东呢有锦宁有资川 还有呢烟台做了他们的这个产品的推介 因为山东人呢素来都有叫做成实鲁商啊 他们的这一说到鲁商就想到了山东人 所以山东人呢他们创造的品牌形象 也真的是代表了博大精深的和这种悠久传统的 齐鲁的这个文化形象 推介会分文化和经贸两个部分 以孔子家乡为切入点 首先介绍了山东省近几年来 在出版影视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情况 同时山东省商务厅及济宁烟台资博商务局 向美国当地企业推介山东省 所辖各市各知名企业的招商引资机会 与近百名美国经贸金融文化电影等行业人士一道 探讨相关产业合作前景 目前山东已成为中国与美国交往最密切的省份之一 美国是山东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文化贸易合作伙伴 第一大出口市场 第三大进口来源地 也是山东引进世界500强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此家乡这个活动来到美国这是第三次了 这次就搞了这个论坛 一由我们中方的企业来介绍 山东的企业介绍他们的情况 同时也请相关的美国的企业介绍情况 这个特别是在文化方面 大家也看到文化的这种融通 它是需要一些第三方做平台的来做 就是怎么样能够落地 这个落地是中国的企业的文化 怎么落地美国 美国的文化怎么样落地中国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了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论坛 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而且大家无论是这个我们的企业 山东来的企业也好 我们来的美国的各方面的代表也好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大的收获 推荐会后举行了答谢晚宴 并展示了资博的雕刻词画记忆 赢得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和惊叹 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 发自洛杉矶工业市的报道